许多超 你答应我不把这件事情说出来的 你要敢说出你等着 许多超 你答应我不把这件事情说出来的 你要敢说出你等着 老奖 你怎么还玩呢 我让你去买保养品 你就买这么点 你什么眼神我说 这都一年的保养品了 你当饭吃呢 许多成那么养生 他呀 没准真拿保养品当饭吃 你看什么呢 给你挑衣服呢 挑衣服 你没衣服穿了 见父母穿 我跟你说他们都喜欢穿得稳重的 你那套时尚在他们那儿不灵 今天第一次必须要重视 你不是单身吗 哪儿来那么多经验 头头是道 我跟你讲 这事我还真的特别在好 就首先你想 人家父母找女婿 都得找一个门当户对 工作稳定的 对不对 要求对女儿好 性格好 不花心的 但是你想想你 工作惨淡 对女孩也不温柔 虽然不花心 但是你这脾气吧 瑞哥 你认真的吗 我真这么差 也不是特别认真 但是呢 怎么表现还是得看你自己 必须先过他爸妈这关 怎么过 首先啊 穿上这套衣服去 其次 我再给你吃几小猫招 你呀 就逮着他妈夸 能夸的天上有地上无的 俗话说得好 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喜欢 继续 千万不能丢掉男人的面 我知道了 我跟你说了 我知道了 第一次必须别重视 舍头 工作不稳定 脾气差 我有那么差吗 下面什么行程 没有了 不是还有广告拍摄吗 那个 取消了 取消了 什么时候的事情 就是刚刚通知的 说是那边换了公司的新人 而且是梁总的意思 喂 现在知道给我打电话了是吧 怎么了 梁总生气了 我要是生气了 那可就不是一个广告的事了 知道吗 看来梁老板是想断我财路啊 我求求你 这顾大小姐现在都开始求我了 我求求你上网看看 忙碌了这么久 我也该给自己放个假了 享受生活 享受爱情 给自己放个假休息一段时间 你爱跟谁去跟谁去 反正我不去 这回怎么和爸妈交代啊 我求求你 成长 你男朋友来了 气氛有点不对啊 男朋友 嗯 呃 咳 都大了 二十七了 叔叔 数什么的 数击 什么血型啊 欧型 什么星座 处女座 谈过几次恋爱 就上大学的时候 谈过一次 我说什么来着 都说一次 就没有两次的 说没有 太假了 你信吗 行了 北菜 你喜欢我们家澄澄什么呀 澄澄的 众人为乐 热心善良 不请回报 对 没错 我们就是一直这么教育澄澄的 做人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要善良 要宽容 要帮助人不求回报 我们孩子呢 特别单纯 你说我说 你说 太假 江澄啊 你呢 社会经验比较丰富 不像 我们家澄澄 第一次谈恋爱 在恋爱方面呢 还处在哺乳期阶段 我们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 可不想让她受半点委屈啊 这点 叔叔阿姨你就放心吧 我肯定好好照顾澄澄 拿什么保证 对呀 再来 招牌凉菜 油嘴滑舌 干锅特色 年花热炒 招牌热菜 大猪蹄子 资补佳品 乌龟王宝 再让你尝尝我的拿手菜 心肝脾肺 说 拿什么保证 真的 当然是真的 阿姨 您要是不说 我真以为您是舞蹈演员呢 我就是个快递 来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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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表现得还可以吧 那明天陪我去疗养院看看我妈 好啊 明天我去接你 走走走 慢点慢点慢点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你别怕她不咬人 没事没事 我不怕狗 真是奇怪 她平常见到生人可害怕了 不知道怎么见你这么激动 可能我比较找你们家狗喜欢 我也喜欢狗 她叫什么呀 她叫普拉达 她其实也不是我们家狗 我是天心宠物店的 她主人平常工作忙 老把她寄养在我们这儿 你说我也总顾不上她 怪可怜的 不是你们家狗啊 你们家宠物店我还真知道 就在我家边啊 这种狗啊特别需要运动量 我呢正好有晨跑的习惯 咱俩一会儿留个电话 然后下去晨跑的时候 帮你带上她 那真是太谢谢了 普拉达 以后我呢就是你的野生爹地 好不好 热哥 拜拜 拜拜 来 走 你怎么来了 我经常在这儿跑步的 是吗 现在演员都这么惊艳呢 晨跑都十公里几步 瑞哥 你也喜欢狗 巧了 我也是 既然这么巧的话 一起喝个咖啡吧 行 要不然你不是白来了吗 走吧 一大早上找我来 不会只是为了喝杯咖啡吧 我和梁哲分手了 我知道 这不前段时间的事吗 不过你瑞哥现在真是布置 大哥恭喜你还是个安慰你 瑞哥 你就别开我玩笑了 您来找我是不是为了江南啊 我想请你 帮我劝一下江南 让他别闹了 其实我都看得出来 他心里还是有我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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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被那丫头的傻白天外表给骗了 他手段可高着呢 嘉怡啊 咱们认识时间是不是也挺长的了 有句话呀 瑞哥必须奉劝你一句 钱没了咱可以再挣 人不漂亮咱可以再挣 但是心眼坏了 这辈子都治不了 再附赠你一句啊 就是该放手的时候 咱就把手放下 天涯何处无风草啊 你干吗非得逼着自己 让大家都尴尬呢 但是干吗要我放手 他本来就是我的 当时江南很难 但我只是一个十八线小明星 我能帮他做什么 要是我不迈出那一步 我俩现在都是死局 但是你看现在 我有资源了 我可以帮他了 为什么我们不能复合呢 总之 我是不会放弃江南的 而且 我一定要让他知道 谁 才是最爱他的人 你先进去 我去停车 好 徐德成 你今天穿得真好看 这些都是什么呀 这个呀 就是我跟你说的 甲油胶 这个呢 是光疗机 用了这些以后啊 你的指甲 就会像我的一样 洗手也不会掉吗 当然不会掉啦 你看一看 你喜欢哪个颜色 我都喜欢 都喜欢的话 那我们就做个跳色吧 先选这个吧 标准 准小蝇 不停 在那儿 哈哈 好奇 彼此 ユ囡 弹收曲子给我听好吗 好啊 你想听什么 我想听你弹岛屿 听城镇的 真没想到啊 这么近见了一回大明星啊 我一直以为大明星都特有架子 没想到这么贫一近人啊 是啊 刚见一面 刚见一面 你们胳膊肘就往外滚 怎么想 行了 磨叽啥呢 嫂子 还没摘完啊 好嘞 来 葱也不拿 嫂子 这回我可真得恭喜你了 这你去看着 真不赖 是吧 嗯 你说这个江南有礼貌 又有才华 我都很满意 师娘 干吗 您也别太高兴了 昨天晚上 那饭局上江南不是说 只谈过一个女朋友吗 人家可是一线女星 顾佳怡 人家顾佳怡现在还想跟江南复合呢 你可别胡说啊 我哪儿胡说了 那网上都有 吃瓜的又不是我一个 嗯 师娘 今天谢谢你啊 好久都没有见到我妈这么开心了 下回啊 我再想想还有什么好玩的 我妈怎么会给你打电话 接了不就知道了 阿姨 喂 江南 你今天方便过来和家欢一趟吗 妈 妈 不是昨天才见过吗 江南可是很忙的 你这一天一见的谁受得了啊 让他们来你们就来 这刚恋爱怎么呢 我请不动你们 叔叔 我没 干吗呀 不会好好说话 这么好一女婿在哪儿你给吓跑 打住啊 是不是好女婿 日子久了才知道 爸妈 你们这突然找江南来 有什么事啊 没什么事啊 这不快到饭点了吗 我们俩不想让你们俩吃外卖 所以就把你们叫到店里来吃个饭 尝尝尝尝尝 来 吃 吃 谢谢阿姨 来 江南啊 你跟澄澄呢 你们俩现在是刚刚恋爱没多久 也就是说 现在正处于热恋期 可是等着时间一长啊 你们就会发现 她有这个缺点 她有那个毛病 然后呢 你们就会有小摩擦 如果真是到了那么一天 我希望你 能担待一下我们家澄澄 多包容她 我们家就这么一个孩子 让我们俩给惯得 有点不太像话 阿姨 您和叔叔就放心吧 我肯定和澄澄好好相处的 好好好 你有点沉重了啊 那个 江南啊 你 你也跟叔叔碰过了对吧 想当年呢 叔叔我呢也是风华正茂 英俊潇洒 那人送外好叫情场杀手 鬼见仇啊 追我那些女孩子 那能从何嘉欢 直接干到前面红绿灯 那等拐弯干过去 但是 自从跟你阿姨认识之后 那些医生我全都怕死了 不联系 那个小丽呢 什么小丽 跟你说多少名了 那就是邻居 啥事都没有 又要小丽小丽小丽 什么呢一天都 我怎么开个玩笑这么当真 我开玩笑 开什么玩笑 能开玩笑吗 我这心脏的好 我错了 我错了 这原则问题 顾佳怡和晨晨掉水里 你救谁啊 你救谁啊 爸 阿姨 叔叔 我啊 知道你们今天 找我来的原因了 你们两个就放心吧 我和顾佳怡 都分手那么久了 现在我跟晨晨在一起 我肯定会一心一意地 对待晨晨 原则问题 吃饭 吃饭 来 吃饭 吃饭 他们似乎忘记了 彼此只是名义上的男女朋友 这个当下 在每一句家常礼短中 在每一个杯盏交错间 他们 就是最亲密的一家人 让你见笑了 我爸妈平时不这样的 没关系啊 我觉得他们挺可爱的 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感情真的很好 他们这样 就是因为太关心我了 那你一会儿 还打算去哪儿吗 哦 我 喂 方便你说 严重吗 好 我知道了 怎么了 我有个朋友住院了 你能送我去趟冰寒医院吗 好 专专姐姐 你来了 专专姐姐 怎么搞的呀 疼吗 不疼 今天我推着住步棋和小朋友们玩 摔了一个大跟头 医生说要我在这里住几天 等你出院了呀 姐姐带你去游乐园玩 真的吗 医生叔叔说我以后不能再用住步棋了 我的腿不能走了 我只能坐在轮椅上了 不过医生叔叔说 轮椅有轮子 像小车子一样 比走路快 这样我们就可以去更远的地方 我还想去海洋馆 科技馆 你想去哪儿啊 姐姐都带你去 那咱们拉勾勾 拉勾 晨晨姐姐 这哥哥是谁啊 他是姐姐的 是你男朋友吗 豆豆 晨晨姐姐 你过来 要是他让你不开心 你就告诉我 我会快快长大的 长大后我来保护你 这孩子 小皮豪 你几岁了 反正比你大 是 豆豆的病情呢 是我前阵子 在木头人协会网站上看到的 那个时候啊 他还能走路 只不过一拐一拐的 他呀 特别地活泼 知道了自己的病情呢 还特别地乐观 上次我看他的时候 他跟我说 他想养一只小狗 但是知道妈妈每天照顾他 已经很辛苦了 所以也就不好提这个要求了 剑冻症这个病啊 真可怕 你也不用太难过 我们唯一能做的 就是在他有限的生命里 让他开心快乐就好 那个也不早了 你不是晚上还要准备明天的通告吗 你就先回去 我去医生那里了解了解兜兜的病情 那你晚上也早点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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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打算告诉家里人吗 你现在每个月的医疗费就得四千 这一年 而且如果病情继续发展的话 肯定会影响到你正常的生活 这么多压力 对你来说实在是太难了 谢谢您 隋医生 我不打算告诉他们 我真的不想他们为我担心 你不可能一直瞒下去的 没错 我和兜兜一样 也是见动症患症 兜兜所经受的病痛折磨 用不了多久 我也一样会面对 对不起 徐都城 隋医生 这么日理晚期呢 展总现在这派头是越来越大了 这回又给我们带什么高端器材了 设备肯定是最高端 最先进的 你们要是不采购个十台八台的 凭咱俩的关系 这就说不过去了 怎么着 你们家老爷子给你下放到基层 还给你下销售任务了 你懂我 对了 隋医生 刚刚出去那个女孩 也是你的病人 对 什么意思啊 我跟你说别打坏主意啊 我就随便问问 隋医生 八肉床请您过去看一下 你跟他说我马上到 好 老老师等我会儿啊 中午楼下食堂一起吃饭 我再说没有 我还是要吃饭 你不想吃饭 我吃饭 我吃饭 你吃饭 你吃饭 我现在就回医院去看看 您别担心啊 好好好 那你费心啊 你怎么在这儿 我正好来医院办事 看到你从隋大夫那里出来 我认识的一个小朋友 他生病了 我去找隋医生 问问他的情况 可我看到上面写的诗 许多成 你怎么偷看人家的病历啊 我向你道歉 对不起 对不起有什么用 你别哭啊 我没哭 我就是想不通 我每顿饭能吃两碗米饭 我爸都想我能吃 学校的运动会一千米 我每次都能跑第一 就没有人能跑得过我 刚起我是我们班台的最好的 我在刚大学毕业 我的未来才刚刚开始 年十年 老爷 世界都不不不得了 人十年 人十年 啊 我是你 你不得了 你不得了 人十年 你不得了 我得了 不好意思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三个月前 那个 你不用相思安慰我了 其实我已经接受了 如果我爸妈能够坦然地 接受我的离开 我想我的心里也会舒服一些 你没跟他们说吗 江南呢 我不打算告诉他们 所以 你能帮我保守这个秘密吗 好的 我替你保守秘密 是有条件的 跟我来吧 什么意思 是的 我饿了 一起吃饭吧 周姐 周五 好嘞 周五 然后这样 具体时间啊 您到时候再告诉我 好不好 好嘞 再见 老江 老江 我跟你说 上次活动之后 咱这电话明显增多了 华晨没创 这么好的机会 咱能不能热情一点 快乐 我困了 先睡了 怎么又困了 这 这什么情况 咱家铁树要开花了是吗 今天谢谢你啊 也谢谢你能倾听我说这么多 这件事情已经闷在我心里好久了 现在终于说出来了 我感觉舒服多了 你这么晚了还没回家 你这么晚了还没回家 家里人该担心了吧 对 手机没电了 我呢 是这个世界上 唯一一个知道你这个病情的人 所以以后有什么不开心的 打给我 回去吧 嗯 爸妈 我回来了 回来了 怎么才回来 不是啊 怎么才回来 去医院用去这么久啊 那个 朋友住院了 就多陪了会儿 你最近怎么回事啊 电话也不接 微信也不回 你想干吗 我手机没电了 手机没电了 行了 回来就行了 赶紧进去休息去 那爸妈 我先去洗澡了 这孩子 你 就这么晚了 你 不是开心 你说什么 你在做什么 你自己找到 你什么 好 你 你是 我 没来 你 没有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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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我得知我自己病情的那天啊 我感觉天都大了 大学都还没毕业 就提前接收到了死亡通知的 那个时候 我每天睡醒睁开一眼 就希望这一切就是一场梦 可是现实又狠狠地给了我一见二目 后来我也想通了 既然改变不了 那我就去珍惜未来的每一天 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你真那么想吗 我不这么想能怎么办啊 也许糟糕 也是人生必不可少的经历 其实换个角度来想 你账下也挺好的 起码你不用担心银行的存款 也不用担心未来子女的教育 也不用担心自己有一天会变老 更不用担心看到自己爱的人 一个个离你而去 你安慰人的方式真特别 其实泽泽的那个 没有什么不好的 起码不用承受 被遗弃的痛苦 妈 我实在想不通 你为什么要抛下我选择跳楼 可是那个女孩还这么年轻 她却努力地想要活着 也好 还没回我信心 怎么回事 江南是怎么了 挂我电话 但是来着 这些像调节 变化 汤其他会设备 active 蒸汤 振茄刘 穿着 你再来陪我 我喝一杯 我喝一杯 我喝一杯